UPSR和PT3考试取消 欢迎收看4月15号 报导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9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兵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心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85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072人 新增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83人 不过也有169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2647人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出院人数比确诊人数多 虽然被囚禁在铁窗 太平监狱和甘文丁承教中心的30名犯人 依然为社会做出贡献 为太平医院缝任了3000个防护配备 此外也有40名自愿者 协助提供防护配备 让医院人员感到病毒无情 但人间有爱 UPSR和PT3考试取消 大部分的学生都很害怕面对考试 这个新闻对学生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为了防止孩子受到感染 教育部高级部长 莫哈莫拉迪宣布 今年的SBM、SBM、STBM以及STAM考试将被延期 UPSR和PT3则被取消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超脏恒河水现可直接饮用 恒河是印度的圣河 但过去不少的专家指出 恒河水细菌很多 除了不适合饮用 更不适合洗澡 随着印度宣布全国封锁后 恒河两岸的工厂几乎停工 让恒河水质也获得明显的改善 环境学家表示 恒河水现在已经可以直接饮用 99岁二战老兵打败病毒 二战时杀敌 2020年再杀毒 巴西一名99岁的二战老兵 这个月确诊了新冠肺炎 在住院8天后就康复出院了 这位老兵说 他觉得打败冠病比赢的战争更重大 在战场上 不是被杀就是杀人 而在确诊的期间 他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专家建议愈后三个月再考虑生育 中国抗疫专家表示 如今还不能确定妈妈 是否会传染新冠肺炎给宝宝 但安全起见 他们建议冠病患者在康复过后的 三个月到半年之后才考虑生育 恒河水的改变实在让人感到惊讶 那么希望在疫情过后的未来 人们可以自动自发的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地球 不要再对它作出破坏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回给宝宝 谢谢 哈佛大学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人类可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 保持社交距离直到2022年 除非在这之前找到方法治疗 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 人类改变社交模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我们要学会独处 少出门 让地球有喘息的空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彬燕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明天见 2 1 3 5 2 1 2 4